152 太陽報 短刀汽油火機照過關安檢儀器 2015年7月27日兩岸A25 本報信 縱火事件引發外界對內地航空安全的憂慮 輿論炮軍機場安檢營同虛設 據了解 少時男子隨身攜帶短刀、汽油、打火機等過關警無一檢出 當中長約30厘米的短刀能通過金屬探測器 更被網民斥最為荒謬 民航局表示將就事件追究責任 據警方通報 事發後當局在少時男子身上手出短刀、汽油、打火機 三樣同屬為禁品 為當局沒解釋為何能通過安檢 亦未承認安檢出現問題 令網民質疑台州機場安檢級別不足 據悉內地民航安檢分為四個級別 一級判檢只會進行護照、金屬物品等常規檢查 二級判檢則會抽查至少一半旅客的行李 與抽查三成旅客的皮帶和鞋 三級判檢則在第二級別上增加一成抽查量 第四級別則需檢查每一位旅客的行李、皮帶和鞋等 目前第二級別只增在北京奧運、上海細博等特殊時期執行 三級別人的指定